泰国在2015年买下经典韩剧公的版权 翻拍成泰文版的公Princess Hours 今年一起播就创下高达300万的总收视率 成为泰国今年最受注目的翻拍戏剧 配合Princess Hours在视频点播服平台 Dim Sum全马独家首播 剧中四位泰国新生代偶像演员 Tao、Patty、Pan和Bibi 前早一起来马展开两天一夜的王室宣传之旅 饰演泰国王子的Tao和Pan 针对接演这部风靡一时的经典韩剧的压力 两人坦言供当年在亚洲大受欢迎 所以一接拍这部电视剧 Yali Ma Sang Chiyo Y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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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do what they do in our version, what they want to do in our version? 在剧中饰演泰国王子套初恋女友的BB笑说 她和原版宋志孝扮演的性格角色相差很大 在Princess Hours中所饰演的射箭高手 和现实生活中眼浅的她一样 是一位相当种意哭泣的女子 至于饰演王妃的女主角Patti 则对剧中举办的华丽婚礼感到兴奋 能穿上漂亮婚纱 让她形容自己好像变成了灰姑娘 被主持人问到泰版和韩版的功 哪一个版本比较好看时 两位泰国王子不约儿童认为 Princess Hours更胜一筹 Patti和BB则是高举双手 觉得两个版本都一样好看 Princess Hours中华丽婚礼感到射箭高手